在七五年的这么一天,有位老人来参观,走进门来仔细看,这屋里的灯光黑又暗里面的摆设更简单,一电话,俩地图,三套桌椅,这怎么能和南京总统府的条件比? 这位老人边看边思考,讲解员赶忙上千份生好,向他一一做介绍,想当年就在这四间土坯房,领袖们通宵打扮日夜忙,举登名望军士图,举盛千里拔虎福,运筹帷幄显神威,用兵如神乔水灰,一个个英明的指示从这儿出,一件件重要的文念在传书, 一条条喜讯飞山村逆,中中急往动人心,三大战役犹如三颗重型大炸弹,把整个世界都震撼,横扫将军如席卷,把整个乾坤来扭转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